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4日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 争冠豪门上海女排在前两局0比2落后 决胜局11点13分落后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 以3比2击败北京女排 惊险赢得9连胜 另外天津福建辽宁等强队顺利赢球 本赛季的女排联赛 上海天津是公认的夺冠大热门 上海女排引进了强力外援布里西奥 之前击败了江苏女排 一直保持全胜 本轮面对北京女排 上海女排以22比25 16比25连丢两局 陷入绝境 不过仲慧 布里西奥 高益 王英迪等人随后爆发 以25比13 25比14连班两局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最后时刻 北京队在王云露和外援卡萨诺瓦的带领下占据主动 一度以13比11领先 关键时刻 王英迪和仲慧相继得分 布里西奥成功拦住卡萨诺瓦的进攻 上海女排16比14 逆转赢下决胜局 大比分3比2 险胜北京女排 豪曲9连胜 全场比赛 众慧拿下18分 布里西奥贡献17分 高益和王英迪各有13分入仗 小将王英迪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让人眼前一亮 北京队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突然崩盘 两位国手王云露和金叶葛拿到16分 作为蔡兵的爱徒 王云露确实进步很明显 也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但还是无力回天 北京队的两位外援合力贡献27分 但是关键时刻的表现远不如上海队的布里西奥 这也是北京队被逆转的主要原因 另一支夺冠热门球队天津女排也取得了胜利 在李盈盈的带领下 天津女排赢得比较轻松 她们直落三局 以25比22 25比17 25比18横扫河南女排 国手李盈盈得到19分 加冕得分王 接应瓦尔加斯贡献15分 小将陈伯雅拿到11分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在进攻端多点开化 李盈盈游刃有余 其他比赛由外援主导的深圳女排3比1击败河北 福建女排3比0横扫四川 小将庄宇山延续强势 独得25分 队长郑一新贡献10分 广东女排3比0横扫浙江 队长丽瑶得到全场最高的14分 小将王亦凡贡献13分 另外辽宁女排3比1击败云南 整体来看 女排国手们状态出色 李盈盈 王云露 高益等人都是绝对核心 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 像王亦凡 庄宇山 王英迪等年轻球员持续爆发 展现出了十足的潜力 值得蔡斌好好关注 中国女排联赛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姿态 有望为国家队输送更多人才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